大家好 我是扯爾謙 目前擔任的工作是產品研發工程師的工作 產品研發經理 有些英文檢查會叫 DM 跟 PM 比較不一樣的話 它有這個 Design 跟研發的意思 因為我們每週都會固定跟客人有一些 meeting 所以跟客人 meeting 以前我們有內部的 meeting 所以每天 weekly 的就是我們內部先串好 然後再跟客人報告 其實它是很規律的 例如說禮拜一是什麼會 禮拜二是什麼會 禮拜四我們可能對客人怎麼會 所以其實每天的工作 除了這些固定的會議前的準備 那會議中的準備 跟會議後我們會有很多客人要求我們 提供更多的 feedback 給他們 或是一些要求回答給他們 那就是每週每週是一直一直這樣輪的 在做我們這種所謂的 technical 的 PM 的角度 它其實比較多是 double E 背景 就是電子電機的背景 那其實我自己有分析完 我覺得電子電機比較特別是什麼 因為電子電機 Double E 的人必須要跟軟韌的人溝通 軟體的人溝通 我要怎麼樣去做出我們要的 例如拉好線路 你這個軟體要配合我 韌體要配合我 但是它也同時要跟我們的 ME 因為機箱的 而例如說一個產品的構造就這樣 那我的板子能設計怎樣 就需要跟 ME 去溝通 我的設計的一些理念跟位置 所以我覺得站在這個設計的角度 我覺得有 double E 的 background 的人 去做這個所謂的 technical 所謂的這個職務 企業如果有大學生跟碩士生一起比 那其實它比較傾向於碩士生 你也比較高 英文算是 如果不是 technical 背景 就純 PM 的部分 英文當然是手中 因為我們不是做台灣人生意 你需要對歐美客戶 你的研發團隊可能是歐美那邊的 RD 所以你的英文能力變成說 你要做事情你要先能溝通 你才能去下任務 對其實公共技巧這種東西 不是在學校是學得到的 有點像出社會 你可能遇到不一樣的人 站在 PM 跟我們這種 所謂的 technical PM 的角色 就是要把他們穿在一起 大家一起來溝通 你需要什麼 他缺什麼 你可以給他這些資訊 讓他做起來 如果是 PM 的話 PMP 當然是大家比較流行 但是其實老實物上 PMP 其實對面是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加分 在我面試的過程中 我覺得老闆很 他其實不會問我症兆 他會問你遇到問題 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你怎麼去解釋這個問題 你怎麼帶得其他人解決這個問題 那還有最重要 你解決這個問題 你學到什麼 你未來怎麼樣避免不會再發生 那如果你想要 不一樣的話我覺得 把英文能力練好 那其實外商蠻需要這種 跨團隊跨職能的工程師 如果你是廣 但是不想要 跨團隊去處理這些 其實 FAE 是可以轉的 因為 FAE 可能遇到客人各種疑難雜症 都會先丟給你 然後你要去找對的人去處理 如果你是 Engineer 可是你對 Engineer 這塊可能 絕對溝通更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轉這個 就是 PM 的角色 但是是像我一樣 Technical 的背景的 PM 那我覺得 對你而言 你可能看的 都不是自己專研那一塊 你可以看的更多 對 我就覺得可以挑戰 那如果你是溝通能力 外文很好的 PM 可能沒有技術背景 但我覺得你只要更專研技術這一塊 你可以成為這個職位 等於是說 你不是只有外語能力 你把技術給建立起來 你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